民眾四月時上門長鮮 這間米其林餐盤 推薦的南港義大利餐廳 沒想到卻差點吃不到 就是因為朋友遲到了十四分鐘 還有民眾抱怨 遲到五分鐘 就被沒收七千六百元定金 點開店家評價 也有許多異星評論 其中就有人怒批 餐廳規定需要全員到齊 去停車的人也算遲到 不能開餐也不退費 還有人確診無法去改請朋友前往 卻被店家拒絕並沒收定金 更有人遇到餐廳沒出餐 還收取一萬四千四百元 好像有點不通情理 如果人都還是有到的話 那我覺得是不用沒收吧 而我們實際來到這一家 事發的餐廳可以看到 雖然他們的鐵門已經拉開 並且在做晚間的餐點準備 但是對於這一起消費爭議 業者是完全不予回憶 這間餐廳主打用當季食材 餐費每人三千八百元起 只接受一個月前線上官網預約 不開放當日定位 而點開店家定位網頁 可以看到上面明明規定 座位可保留十五分鐘 但卻有民眾遲到五分鐘 就被取消位置 上面還寫到 需要全員到齊 如果有人遲到 就有權取消定位 收取費用每人三千八百元 在新興的加持之下 有越來越多的高級餐廳 有所謂的定位的潛規則 消費者在遲到之後 就應該要沒收全部的餐費 這個有可能是對消費者 來講是顯示公平 並且違反了平等互惠原則 可以跟市政府這邊來提出 消費正義的申訴 消保官表示 目前定型化契約規範 是建議參考性質 餐廳還是該保留彈性 才能避免糾紛平傳 影響到店家 民生 和生意 TVBS新聞 先回想劉瑄 台北什麼島